指数向下看,现在不少分析都觉得去到21,000点有支持 你认不认同呢? 还有如果向上看的话,如果下跌了几天 有反弹,你又觉得去到什么水平的阻力又会比较大? 暂时还是要留意50天线是否守不住 因为昨天下跌了600点 以至100天线已经失手了 其实100天线差不多是21,500点左右 变成如果真的要重上100天线,距离现在还有接近400点左右 除非有一个很大幅的反弹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偏向上来说 就是在50天线和100天线之间来培会 相对上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昨天的大市成交金额稍微高一点 差不多是去到1200亿 但因为在跌市出现一个大的成交 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参考性 事实上由6月底开始 由大概2000亿的大市成交金额 去到前天的大市成交金额 就收到差不多是1000亿的状况 所以我想在后续去看的时候 会看回到底大市成交金额 会不会像刚才Wendy说到的经济数据 如果增贷款数字是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有部份资金流入资本市场 如果是有的时候 相对上后市可以看得乐观一点 但如果未来两至三个交易日 大市成交金额都维持在1000到1200亿 这些比较低迷的位置的时候 我想暂时来说 可能偏向有一个上落市的心理准备会比较好 可能都是要等待一些 比较有爆炸性的消息出台 才会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仔细备会